提到俄罗斯总统普京 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隐悍 都是带领着俄罗斯从阴霾走向强盛的一代领袖 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 那就是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硬汉 现如今已经69岁了 然而即便年纪已经如此之大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的容貌身形除了多出了几道皱纹之外 也依旧如同2000年 他刚刚执政俄罗斯之时的一幕一样 本期视频即将开始 各位新来的观众朋友 不妨多多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当然了 这可不是夸张 也不是网友们的印象 因为普京本人除了带领着俄罗斯 在国际上彰显肌肉之外 他在私下里也是没少给世人 炫耀自己能一身健子肉的 例如在2021年1月20日 也就是俄罗斯传统节日 竹简节上 他便赤裸着上身 赫然三度潜入冰水之中 引得世人惊呼 这哪里是总统 分明就是一头健壮的棕雄 在2008年10月 身着柔道服 胸口隐隐约约 能看到健硕肌肉的他 也一度被当时的网友恶搞成了 您的总统肉道师傅 还有2009年 他半裸上身在山区骑马 2010年 他前往北极 追捕北极熊 2015年 他生日那天 在冰球场上 七进七出 2019年 一招撂倒奥运冠军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普京 在世人面前 秀肌肉的典礼 不过 若是寻常人值班的秀肌肉 可能只会引来 众多谜谜谜媚的夸赞 但作为一国总统的普京 就不然了 他的这些行为 每次都会被世人过度的解读 尤其是一直和俄罗斯 不对付的西方世界 更是如此 例如 英美两国就曾发布了几篇 高度相似的解读普京 为何屡次秀肌肉的文章 文章中的大体意思是这样的 普京之所以经常赤裸上身 向民众们展示自己的体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为了鼓舞俄罗斯民众 向民众们释放一种 他完全可以继续带领国家走出困境 可以继续硬扛西方世界制裁的信号 再加上 现如今俄罗斯的对手国领导人 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普京的这份秀肌肉的行为 更有在表达俄罗斯 比美国更加强上的意味 还有俄罗斯自家的媒体 也说过类似的话 只不过他们就委婉了许多 只是称 俄罗斯目前的局势 使得俄罗斯民众 需要一个父亲一般的领导人 也就是 极强大 硬朗 果断 强硬于一身之人 因此 普京才会时常彰显自己 以达到民众的预期 对俄罗斯运发强大的渴望 当然了 对于这些个说法 我们作为局外人 也没有立场进行过多的评价 但我们还是可以 本着猎切的态度 深究一个很多人 都没有注意过的问题 那就是 已经69岁的普京 究竟是怎样做到 如同30岁一般 一身肌肉 即便是下冰水 与人凶搏斗 都什么事都没有的 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 不妨多多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 视频即将继续 谢谢大家 这个原因其实比较复杂 经过分析 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克格勃生涯的历练 作为军人世家出身的普京 其实从小就有着 参军入伍的梦想 但由于种种原因 最终他将目标变为了 加入苏联最神秘的情报组织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 因此为了这一目标 他从很小的时候 便开始了在体能与学业上的 双重努力 而在这份努力之下 在考入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之后 1975年 普京这才终于是 加入了克格勃之中 然而进入归进入 若是想成功留下 还是需要一系列培训的 并且普京此前 自己做的那些训练 较比内部的培训来说 简直就是小巫兼大巫 什么有体能 身体 心理 思维 每一样都是寻常人忍受不了的 可最终普京 靠着自己坚定的意志 还是坚持了下来 不仅如此 在这之后 他还被分配到了 东德担任起了特勤人员 在东德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普京都经历了哪些危险 更不知道 他究竟是怎样做到 一边照顾家庭 一边执行任务的 不过我们知道 正是因为这十年的艰辛 普京才得以获得了 俄罗斯高层的青睐 才得以成为俄罗斯的掌门人 当然了 这般的历练 同样也使得普京的身体素质 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而这也就是 已经69岁的他 身体还依旧如此硬朗的原因之一 第二 长期的保养 这里说的保养 可不是像很多女孩那般的 敷面膜 抹神仙水之类的 而是通过运动保湿体魄 据普京的贴身秘书套路 普京即便是担任了总统 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健身 就算在忙 每天他也会抽出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做各种运动 例如每天跑步五公里 游泳一公里 还有练习柔道 冰球 马术 滑雪 赛车等等等等 这么大的运动量 对于一个60多岁的老人来说 确实是有些害人了 不过更害人的还在后面 早在2010年前后 普京便被曝出 曾前往西伯利亚深山受恋 在G6之中 漂流的新闻 起初大家还以为 新闻中的那些个照片是合成的 也就没太在意 但后来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普京竟然亲自出来反辟谣 这那些事情可不是谣言 确实是他本人做的 并且面对机制的提问 他还亲自告诉了诗人很多 保证体魄健康的秘诀 例如用冷热水交替洗澡 还有多做一些刺激的运动 减少血栓出现的可能等等 当然 这种硬汉才能完成的事情 我们普通人还是不要轻易的模仿了 第三健康的饮食习惯 长期的锻炼运动 再加上曾经做过特勤人员的底子 普京想身体不好都难 不过身体好归好 容貌也衰老的那么慢 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据普京的御用大厨介绍 这都和普京健康的饮食习惯 有着不小的关系 首先 我们先来看一组照片 这是2012年时 普京在一档节目中 向俄罗斯民众 揭秘自己冰箱内临时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普京归为一国总统 但他的冰箱内还是朴实无化的 只有一些牛奶 酸奶 果汁之类的饮品 像一些我们普通人爱吃的垃圾食品 他是一概都不感兴趣 而另一档采访 普京专用厨师的节目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 普京喜欢吃牛羊肉 鱼类 蔬菜 蜂蜜 这些无害 且营养十分丰富的食物 为此 那位厨师还特地为在场的观众 列出了一份 普京一日三餐的菜谱 先是早餐 早餐对于普京来说格外的重要 因此 大厨会特地为其准备 奶酪 玉米 鲜鱼 黑面包等等热量与营养均衡的主食 在配菜方面 也是一样 大厨会准备 胡萝卜 西红柿 洋葱 等维生素 膳食纤维极其丰富的菜品 可以说是既兼顾了普京的体力 保证忙碌了一上午的他 不会肚子咕咕叫 也不会让其因热量太高而发泡 更能补充老年人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 然后日午餐 俗话说得好 早餐要吃饱 午餐要吃好 这一点大厨保证的也很好 因为众所周知 在中午时普京一般都很忙 要么就是在开会 要么就是在全国各地 或是其他国家考察 但即便如此 大厨还是会为其准备 便于携带的馅饼 香肠 沙拉 面包 酸奶之类的餐品 并且就算是忙到连这些东西都无法下嘴 大厨也有其他的办法 例如在某次 吃茶俄罗斯的一处村庄之际 他们一行人 就因走得太匆忙 什么都没带 而此时的大厨便集中生智 来到了当地的奴户家 买来了很多当地的健康特产 做出了野菜汤 烤土豆 烤西红柿等等的健康美食 在最大程度上 保证了普京的准时饮食和饮食健康 最后是晚餐 要知道 在俄罗斯的晚餐上 没有福特加和肉是不行的 但喝这种烈性酒 对身体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坏处 那么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办法很简单 那就是大厨为拿可以软化血管的红酒 代替福特加 不仅如此 本周晚餐要吃少的道理 但还会尽可能的将菜品的量做少 以减轻普京的肠胃负担 并且在饭后 但还会为普京冲泡好一杯自制的草药茶 在帮助消化的同时 还能为其舒缓身心增强免疫力 而有着这般讲究的一日三餐 这般考虑周到的大厨 普京的身体保持的这么好 也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如果不信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美国的前后两人总统 也就是特朗普和拜登 他们就是属于那种不重重营养搭配的人 尤其是特朗普 他是炸鸡 汉堡 可乐 雪碧 冰淇淋 巧克力 什么没营养 什么好吃 吃什么 至于蔬菜 那更是一口不胖 你说他不胖谁胖 他不生病谁生命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视频这所不易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关注 支持一下